这个地方呢是茶龙区 然后呢这个餐厅呢 以前在疫情前的时候 是做海鲜餐厅的 很多导游的大巴车 会拉过来在这边吃海鲜 因为对面就是海边嘛 所以那位置的声音特别好 那么三年呢 光飞 我们现在是整体在出售 一会儿呢 我们把详细的数据告诉大家 那么在这块土地的旁边呢 有一个集装商式的酒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装商酒链 大概是有六层到七层啊 那么算下来的话 三米一层 差不多有十八米了 然后这里呢 也是普吉岛 Tiger泰拳馆的一个集散地 那么在这里呢 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练拳 海边呢 跑步运动 最后呢 入住到这九里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片土地呢 是可以建设到 16米的这个高度啊 土地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起到其他的地方 看一下他的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啊 一起到前面看一下 你的爱的苍白 我天真的想小孩 等待你回来 可是我都别只一遍谁地带 落一两片三片片片片想念 想念你微笑的脸 那么现在呢 大树就带大家 从这块土地的公路的边上呢 一起往里面走 我们看一下这块土地呢 不行大概要多久啊 那么首先这块土地的这个宽度呢 是24米 长呢 240米 我们往里面走啊 那么它还有一个折中的地方呢 是在中间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矩形 然后它的两边呢 现在是有酒店 然后后面呢 是有一个农场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土地 是一个细长形 啊 那么中间呢 这边是一个路 后面呢 是空地 那么这块土地上的电力呢 已经全部都拉好了 这块土地的位置呢 是在普吉岛的查龙区 那么它也是直接领海查龙湾 那么以前呢 这块土地呢 它是一个海鲜餐厅 占地呢 一共是7个rack 一共分为8块的地气 那么都是同样的一个地主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地气呢 是因为它们这一块呢 是一个老的地气 所以还没有完全合并在一起 那这就是它的地气 为什么这么多啊 那这块地呢 可以见多高呢 这块地呢 它的后面这一块部分 它是可以建到12米 甚至16米的 那么越往前 越往海边 它的高度啊 会降低 但是呢 这块土地的前面呢 它是在法律公布出来 就是海滩前面30米 不能有建筑的这个规定之前 就已经建好了 所以说它有个便宜 就是它的一些房子呢 现在也是领海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的来到 它的第二块区域 那么这一块区域呢 同样啊 它的宽度呢 会增加一点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宽度是24米 进来以后这个宽度呢 大概是有24 加上一个14米 差不多有个快50米 48米的一个样子 那么这里的土地呢 边上 那么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平铺 那么中间呢 是有一些路做了一个土地的樱化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这块地呢 它是做的海鲜餐厅 两边呢 以前是停车场 那么现在就堆放了一些垃圾了 对吧 那么中间呢 是有一个花园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块土地的房子 就是当时的餐厅的物业 那么这些房子呢 都是会随着这块土地一起出售 这块土地呢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哈 以前繁荣的普吉岛的一些迹象哈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以前啊 这边的海鲜餐厅 可以看它的规模哈 这个海鲜餐厅的规模还是蛮大的 你看它的这个抽油烟机和排风扇呢 都是超大的 包括它后面的这个厨房也是超大的 那么前面的这种蓝色的盒子呢 这是餐厅以前的放养的一些海鲜 那么都是活的 你可以看到这么大一片啊 全都是这种海鲜池 当时是养了特别多的海鲜 因为每一天这个餐厅啊 当时旅游大巴啊 都是会拉很多的客人来这里吃海鲜 也是这里非常出名的一个海鲜餐厅 那么经过这个三年的疫情啊 现在也是没办法倒闭了 所以这块土地连这个餐厅呢 是一起出售 好 那么这些房子里面呢 都是包厢 外面呢 是厨房 是现杀 现做的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这边 也是它的一个餐厅的一个位置 看见没有 这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大堂 接待客人呢 结算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赖的土地 还是蛮大的啊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走着就来到海边了 我们可以看前方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按道理来说 海边的三十米 它是要退到这个地方 退到这个地方 你才能够有一些建设 那么在之前 法律出来之前呢 那么已经做好了审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小房子呢 都是合法的 对吧 也是不用拆除的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看见这都是餐厅 那么现在我们就到海边来转转啊 那么海边呢 它有一条临海的一个小路 我们每一天都能看到这个附近呢 练习泰拳的老外啊 在这条小路上临海小路跑步 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环境来看一下 那这块地的边界呢 到这块地的边界这个宽呢 76米 一直从这个墙到另外的一个墙的边界线 然后我们可以往回看啊 其实就能看到这一块区域的一个大体了 对吧 还是非常大的 好我们现在定向的往外看啊 这边的沙滩呢 是属于东海岸 那跟西海岸呢 沙滩肯定是没得比 因为西海岸的沙滩质量会更高一点 但东海岸有个好处是什么 告诉大家 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 在介绍别墅的时候 那么东海岸我们可以看到 周围啊 都是有特别特别多的小岛 那么出海啊 或者是游玩呢 都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里也有一个长长的码头 我们有时候可以坐着长尾船 或者是游艇都可以从这里出发 也是蛮有乐趣的 那东海岸有东海岸的乐趣 对不对 那么东海岸的这一块区域呢 我觉得有更多活动和一些游玩的一些空间 那不光是纯粹的风景 那么现在我们沿着这个小路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块土地的边界 因为在这块土地的旁边还有一个餐厅的建设 那么它这个餐厅建设呢 就是比较新 所以说它必须按照最新的法规 往沙滩往后退30米建设 而且高度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它的高度 因为两块地都是一样的 属性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个房子稍微有点老 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坐下翻新 没必要全部拆掉 因为它这个地基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这个海鲜餐厅已经真的很大 很多的大巴车都会拉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旁边的另外一个海鲜餐厅 那这个餐厅呢 我们可以看到规模也是相当的大 但是它这个餐厅呢就比较新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我们路边 沙滩的路边往后退了30米 开始建设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高度啊 大概是5米到6米建设高度 那么往后走呢 大概是有12米的样子 那么具体的建设方案呢 其实当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啊 可以再详细的来咨询大叔啊 那么今天大叔带给大家这块土地呢 它的总面积按照平方来算的话 是11200平左右啊 然后它的价格呢 是2500万泰铢 那么价格都是可以谈的啊 那么这块土地的颜色呢 是黄色土地 那么前面和后面的建设高度呢 从6米一直到12米16米 都是可以做建设的 那这块土地也适合 临海的餐厅或者是临海酒店都可以 OK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 有对普吉岛的土地资讯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私信大叔 跟着平大叔 看便普吉好歹 好